各位欢迎来到这里说事 今天很多家庭在买房的时候 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在买房的时候 经常愿意把房本上的名字写成孩子的名字 很多夫妇还会觉得这样很好 这样有利于家庭关系的牢固 毕竟今天离婚率是很高的 有很多家庭在离婚的时候 这个财产算不清楚 人家干脆说 干脆我们买房的时候就写成孩子名 以后即便有任何变故呢 起码孩子这个纽带和连接是在这的 而且还有很多人从这个税数上考虑 说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们一定会推出这个赠予税啊 遗产税啊 或者说即便没有这些税费 当父母这一代老的时候 迟早得把这个房子给孩子啊 这是家庭的重要财产啊 那个时候你过户是要再交钱的 与其那个时候都交税 不如从买房子的时候就把房子给孩子得了 反正都是家里人嘛 都是家里的财产嘛 确实把房子写成孩子的名字 在税费上未来肯定是会有优势的 然而也有很多朋友们担心啊 用孩子的名字购房 到底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呢 今天我们把几个弊端列给大家 写不写孩子名 您到时候可以自己考虑 最关键的第一点就是啊 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 房子这个不动产是登记所有的 也就是说甭管谁出的钱啊 房本上登记是谁的名 理论上讲这套房子就是归属于谁的 父母和孩子也是这样 即便是父母出的钱 写的是孩子名 那么在法律上讲 这套房子就是孩子本人的 是孩子本人是什么意思呢 在孩子18岁未成年之前 虽然你是孩子的监护人 但是啊 你是没有全力替孩子处置这套房产的 比如说在孩子一两岁的时候 买了他房子写他名字 过了十年呢 你们家里改善生活了 我们想换一套大的房子 把小房子卖掉买新的吗 可是你不能处置啊 因为这个房子是孩子所有的 你虽然是监护人 你不能替他卖这个房 即便是为他好也不行 你只有等他18岁以后 他才有权利处置这套房产 当然由于是未成年人嘛 任何收入都没有 所以在买这套房的时候 你也不能使用任何贷款 必须一次性全款购买 而且今天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抵押贷款 好比说遇上点什么急事要用钱啊 做点生意缺资金啊 有很多人是会拿自己的房子出来抵押借款的 但是由于这个房子是孩子的 所以你不能拿孩子的房子做抵押贷款 你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融资渠道 更关键的是房本写的孩子名 这个房子就是孩子本人的 你从根本上就失去了对这套房子的处置权 虽然当时是你花钱买的 当然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讲 这个不叫事都是一家人嘛 可是我们得考虑一下有一些极端情况 比如说最近正在热播的电影《我的姐姐》 就有人把他原型扒出来了 当年原型这个姐姐的父母就把这两套房产 转移到了他的名下 结果家庭出现变革之后 那个原型的姐姐可没照顾自己弟弟啊 把这个父母给的房产通通卖掉了 对于中国很多家庭来讲 未来可能还有个二胎甚至多胎的问题 你把房子登记在某一个孩子名下 那么将来有没有可能引发其他的家庭矛盾呢 所以如果父母要把房子登记在子女名下 从一开始你就要意识到 你等于彻底失去了对这套房产的处置权 实际上把房子登记在子女名下还有一个重大问题 那就是守房守贷的问题 今天对于很多人来讲 第一次的购房资格 第一次的贷款资格也是非常重要的 咱们举个例子吧 如果你当时父母买房子的时候登记在父母名下 孩子实际上名下是没有房子的 等到孩子18岁成人或者22岁大学毕业之后 他可能是需要自己购买房屋的 对于很多城市来讲 现在都欠购啊 如果一查他名下有房子了 对不起 有可能他就失去了再购房子资格 或者即便有购房资格 他算二套啊 二套的话 税费也好 银行利率也好 首付也好 都要提升很多的 也就是说 有的家长可能是好心帮自己孩子挖了个陷阱 让孩子彻底失去了手套手带的权利 所以我们把这些弊端分析给大家听 要不要用孩子的名买房 大家可以自己抉择 今天的视频你满意吗 点击赵旅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